我们来说一下最后面一块内容 最后面一块内容的话是这个底边 底部的几个按钮 底部这几个按钮的话是一个首页的 然后分类购物车 这几个按钮的话 那么来写一下它的整个的背景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写一下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的话在Foot里面 Foot里面的话 那么也是每个应该是每个什么 每个这个是做链接的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整体的这每一个 每一个的话拿一个UL UL里面的Li Li里面的话 Li的话这个图标的话可以用这个A来做 然后的话 整体的这个什么 整体这个文字 还有这个文字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H标签来做 是吧 H标签 好 这个H的话应该是H3吧 是吧 H3还是H 它跟这个的应该是相同的 是吧 跟这个相同的 应该是H2 H2 H2标签 H2标签 那么A标签里面 那么再加上一个H2 是吧 H2 H2的话里面是这个首页 是吧 好 那么整体的这个几个呢 就是乘以一个什么呢 乘以一个什么 乘以一个次 是吧 好 这样子的吧 好 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整体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整体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这是个UL是吧 好 UL的话我们可以 整体的怎么样呢 啊 整体就不用包这层也可以是吧 把这个footer直接给了它 可不可以啊 不用包这层是吧 这个DIV可以不要了啊 就整体下面用一个UL来做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也行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说 所以说DIV加4L台式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吧 是吧 这是不对的啊 你看我用UL来做也可以啊 是吧 所以说不叫DIV加4L3L 我还有什么H标签吧 还有A标签是吧 这么多标签啊 都不是DIV 是吧 好 那么的话这个 这个做法是这样子的是吧 看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好 接着的话就把它们怎么样呢 写一下啊 那么footer footer里面的什么呢 footer里面的 footer里面的Li 是这样的啊 每个Li啊 好 每个Li的话 我可以这么做是吧 每个Li我可以让它占25% 可不可以啊 宽度是吧 宽度占25% 是不是可以啊 宽度占25%啊 比如说这个宽度 假如说就是25% 这个是用流体布局来做的 是吧 流体布局啊 好 那么的话高度是吧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高度就是这个整体的高度 就是100是吧 100px 然后是rem 是这样的 好 然后每个Li的话 来个左不动 是不是可以啊 float left 是吧 好 好 这个的话那么是四个Li的话 就可能平铺了 是不是这样的 平铺啊 好 那么每个Li的话 相当于占据这个 占据这个四分之一的宽 是吧 四分之一的宽啊 这样的吧 是吧 好 好 接着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Li里面的这个A 是吧 Li里面的这个A Li里面的这个A标签啊 A标签的话那么大概就是 占据多少呢 啊 A标签啊 A标签的话我们也可以什么呢 嗯 按照它的宽度 等于整体的宽度啊 或者是等于这个宽度吧 等于这个宽 然后那它相对于Li水平居中 是不是可以啊 水平居中啊 好 这个宽度 好 这个宽度 它们的这个宽都不一样是吧 差不多啊 差不多的宽啊 好 大概量一下这个宽度啊 五十二五十一是吧 好 我们尽量找个最大的啊 最大的来做啊 这个是 这个可以放下吧 是吧 好 这个看着你放下啊 都一样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就用这个五十二乘五十二来做吧 是吧 五十二乘五十二啊 这个好像放不下 五十二啊 五十二吧 好 那么的话 就是这个 呃 Li的A 是吧 Li里面的A 我给它把它转成一个 块 是吧 Block啊 好 那么的话宽是五十二 五十二PX 是吧 好 高度的话也是五十二 五十二PX 好 那么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这个A 是吧 这个A相对于这个Li水平居中吧 是吧 水平居中啊 那么的话就是 A Marking是吧 Marking然后上下零左右O2 是不是水平居中呢 好 然后把背景图拿过来啊 背景图拿过来 好 每一个的这个什么 里面都是用的这个背景图是吧 就是它只有一个请求吧 是吧 好 其他的都读缓存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的Left值是Left啊 Top的话看下多少啊 Top值的话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 Hop值的话就是这样子是吧 那么拿下来 这是第一个吧 第一个的话那么就是 看一下这个多少啊 好 第一个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多少呢 看一下 1200是吧 1200是吧 好 那么就是 负的1200 1200PX 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就是刷新一下啊 当然是这样子是吧 好 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 这个A标签你看距离上面有这个间距是吧 A标签距上面有间距啊 好 距离上面大概是有多少间距呢 距离上面有个间距啊 大概有12的间距是吧 14是吧 14是吧 14的间距啊 14的间距是吧 好 那么应该是有一个marking上面是14的间距 12PX 14PX是吧 转一下 那么左右O2下面是0是吧 0啊 好 那么这个是这样子啊 是吧 这样子 好 那么的话他们之间应该是每一个应该还不一样是吧 这是统一了是吧 统一之后然后用这个什么呢 还是用这个 新选择器是吧 把它的这个背景图的这个 呃 position改一下啊 这是nth child是吧 nthchild 然后是哪 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二个是吧 第二个里面的A啊 第二个里面的话哪个background position 是可以调UND啊 这个还是left的啊 然后是负的 负的就是33吧 是吧 33啊 EM啊 那么问怎么33呢 因为他们每个结局都大概都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刚才做的那个上面那个图表也是的 相隔3吧 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大小不能看啊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第二个是吧 然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啊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三个啊 第四个 然后的话这个是36啊 36 39是吧 好这个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什么 几个图表放好了吧 图表放好了啊 接着是放这个文字是吧 好 这个文字的话应该是 看一下啊 文字的这个大小啊 文字这么大啊 文字应该是12是吧 12 然后颜色是这个颜色是吧 这么奇怪的颜色了 好 复制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foot里面的什么呢 颜色啊 foot里面的li 里面的h2 是吧 好 这个的话 那么整体的这个 看一下啊 整体这个 呃 这个a 它 Vargin Top占了14是吧 14 然后又给了一个 高度是50多是吧 我说啊 好 大概量一下这个 下面这个高度啊 下面这个高度应该大概是 33啊 好 给个32吧 下面给个32的高啊 好 那么可以这么写是吧 Font Size啊 Font 哪个 这个应该是加速的吧 没有加速是吧 好 这个是 没加速啊 12像速是吧 那么是Lormer 然后是12px啊 然后这个整体高度是32是吧 px啊 转成rem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 亚黑是吧 亚黑啊 好 亚黑 好 然后Color是吧 Color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是吧 好 然后它整体的什么 来一个居中吧 是吧 水平居中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就这样子了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完之后那么就改一下文字就可以了啊 好 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移动端的这个布局啊 这个布局 好 我们还可以再测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个模块 我再加个模块看一下啊 加个模块 比如说这个 最底下这个Corman是吧 这个Corman model啊 Corman model的话呢 加一个模块啊 这里再加一个啊 好 加一个之后再刷新一下看一下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两个模块啊 是吧 第一个是吧 第二个是吧 好 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地方好像有应该是有点兼具是吧 应该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这个什么呢 底下应该是有个什么呢 有个编具的是吧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编具给到这个整体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中间这个容器是吧 中间这个容器啊 好 中间这个容器的话 我可以给它个padding button 可不可以啊 给它个padding button啊 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容器是这个 是吧 嗯 深的什么 深的Corman是吧 深的Corman啊 好 我给它一个 底边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padding button啊 padding button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 20px是吧 好 好这样的话就是让它最底下有一个兼具是吧 最底下面是不是有个兼具啊 有没有是吧 这样子的吧 是吧 好这样子的啊 好那么你再加模块没问题了是吧 每个模块是上面有兼具是吧 下面没兼具啊 最后一个模块的话是 它有个padding button padding button啊 好 好就是关于这个制作方法啊 这制作方法的话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那么你还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调成不同的这个浏览器 不同的设备再看一下是吧 效果 看这效果怎么样是吧 那么看一下有没有裁切的或者臭味的啊 是吧 比如说这是iPhone5是吧 然后iPhone4看一下是吧 iPhone4啊 好 大概的这个效果啊 好大概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移动端的这个布局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程啊 整体的流程啊 整体的流程大概就演试完了 好 谢谢啊 啊 点赞 谢谢大家